在不等式组s小于等于0y大于等于0 3y小于等于2s加6的条件下 是求函数F等于2s加y的最大值 我们首先先看一条线L1是2s-3y加6等于0 我们找它跟s轴的交点跟y轴的交点 所以0 2-3 0 那我们把它画在座标平面上 这条是我们的L1 我们的分别还要找s小于等于0 y大于等于0 所以我们的目标函数目标区域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在这三角形里面的话它的顶点有0002-30 那我们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值就会产生在这三个点子内 我们把点带进去得到02-3 所以它的最大值就是2 2-3 5-4 5 5-5 5-5